南化水庫防淤隧道工程 南化水庫位于台南市南化区 其功能为供给台南及高雄地区之主要水源 近年来由于缺乏库底排沙设施 造成水库蓄魂排氢 导致淤积恶化 为延长水库寿命 行政院核定新建南化水库防淤隧道工程 适时将入库之益重流及浑水排放 以确保水库蓄清排魂 维持水库正常供水 本工程包括 进水口工程 塑井杂室工程 水工机械 防淤隧道及出水口工程等主要工项 附属工程包括通达道路 通达隧道 两座土支场等 并于施工期间分成四个工作区进行施作 防淤隧道工程各工项之施工重点 为延为本工程之关键工项 在通达隧道未完成前 进水口工程先以水运方式将材料及基线自中天码头运输至进水口段 进行施工便道站桥 及钢管装施工构台阻力 于施工构台完成后及进行钢管装打设作业 首先移除复工板并将全套管施工机械定位后 进行研盘钻掘清除 于预定设置钢管范围 以屏风式打法钻掘至设定深度再植入钢管装 钢管装施作顺序 首先施作两侧支撑座 再施作半圆形围眼钢管装 钢管装打设前预先焊接小钢管作为卡榫 以防止渗水 再以止水材料灌注于卡榫中止水 在钢管装完成后 进行装底与盐盘间装底固结 达到止水及根固的双重功能 钢管装完成后 进行钢管装间土岩方开挖 接着以特密管施作低水化热混凝土胶制 进行围眼内侧抽排水 并架设形钢支撑 增加结构强度 并装设仪器监测围眼结构 及支撑形钢之安全 围眼完成后 开始进水口边坡开挖及保护 在依序施作进水口抗窝流结构物质底板 抗窝板及顶板等RC工作 围眼施工期间 竖井及扎式施工则同时进行 前置工作为边坡开挖及保护 筷石混凝土相补 竖井还粮等 完成后先以沉挖工法进行竖井开挖 接着完成扎式第一阶段开挖及顶拱混凝土秤气工作后 踩分接降挖方式 逐步向下开挖至扎式底部与防淤隧道贯通后 再往进水口方向开挖入口隧道端 并保留15公尺占步开挖 带钢秤户 维修闸门 弧形闸门安装等工作完成后 再予以贯通 竖井施工同时 防御隧道由出水口端踩新澳工法 由上半段面先行 下半动台跟进之方式进行开挖及支撑 隧道全段面开挖完成后 进行铺设防水模 钢筋阻力 及胶质混凝土等秤气工作 完成后即进行出水口调流工施作 最后 于所有行水结构物之混凝土完成面 施作耐磨层 以减缓表面冲刷 当防御隧道等工程完成后 方可进行尾眼拆除工程 首先 以破碎机敲除钢管桩间混凝土 至设计深度 并以抓斗轻运 再以吊车配合振动钻机 分段进行尾眼钢管 切断 拔除等作业 副属工程部分 通达道路及通达隧道 于施工阶段为竖井扎室之主要施工动线 于工程完工后则作为通往竖井地表扎室之永久维修路线 另外 为避免造成交通及环境冲击 本工程之剩余土石坊均就近堆制土资厂不外运 土资厂A、B 配合通达道路、齿槽沟施工进度及防御隧道开挖进度 分区分层夯压填竹制设计高层 本工程特色 进水口采维艳工法施工 营造干室施工场地 降低施工风险 维护施工安全 且不影响水库正常营运 竖井杂室则采先撑后挖 及分阶降挖方式向下开挖 完成大型地下洞室 在工程景观设计方面 树井地表杂室外观 融入自然风景 呼应库区地貌景观 并利用平埔族文化特色 点缀防御隧道出水口景观 连接在地历史文化 在生态保护及环境绿化方面 土资厂A、B 填竹完成后 施作生态池恢复原生环境 及绿化直升 本工程完工后 预估效益为年排砂量 72万立方公尺 可有效减缓水库淤积 并稳定南部民生用水供应需求 亦提高民众对政府之信赖 创造双赢之局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人与世限